8月15日一段姚迪夫妇结伴出行的视频被爆出 这也是男方被传出轨后两人的首次通慌 视频中的夫妻俩食指相扣 看上去十分甜蜜 他们走到车旁 老公还抢先一步帮姚迪打开车门 非常贴心 夫妻二人互动自然 看上去并未受到出轨传闻的影响 前一天姚迪老公深夜和美女玩手的视频曝光 许多人都调侃姚迪是天道好轮回 究其原因还是大家对他当年插足文章和马依丽的感情耕耕于怀 想当年姚迪作为演员的起步是非常高的 出道没几年就接下了当时大热的剧集《裸昏时代》 并凭该剧掌握诸多奖项 但他也因此结识了文章 最后因插足对方和马依丽的感情 意识足成千古恨 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如今只能在这样的花边新闻里看到他 也是令人十分唏嘘呀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在评论区的挣适